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凯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夏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大师在他昨天的开示中讲的头脑是社会的产物 是一个恶搞句搞笑 就是恶搞 然后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师 大师用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例子跟我们讲 他说在他小的时候就有一个表哥 跟他关系特别近 然后呢这个表哥 他呢就是他的贴身的这个保镖 在大师做Pugia的时候呢 保证他就站在他旁边就保证这个 没有孩子跳到他身上 或者没有人去开那个电扇 把他的灯火给删灭了 就这样一个跟他关系特别亲近的人 突然呢在一个意外的事故当中呢 他掉到井里死了 就是很小的年纪这样 然后大师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悲痛 他就无法从这个事件中走出来 所以他就去他的一个师傅叫 他呢是一个圣人了 就是一个开悟的上师 他特点呢就是总是抽这个鼻底或者是烟草呢 但是从来都没有烟出来过 所以呢大师也在开始中讲 不是只是我这么说啊 所有提出南无来这个地方 所有的人都见过他 都知道我说是真的 反倒大师说呢 他如果一只手放在他的旁边的狗的身上 这只狗的嘴里会突出烟来 大师说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圣人呢 大师在讲 然后他就把他一只手放在大师身上 然后就跟他讲了很短的一句话 就说 这些呢都是Lila游戏 然后大师当时瞬间 他说他就在他的视觉中 或者内心空间中看到了这个生 死 还有生命 这一切呢都只是假象 都是Lila 没有真正的生 没有真正的死 生命也不像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短暂 所以大师瞬间就释怀了 他当时瞬间就从幻象被社会的洗脑中走出来 看到了真理真相这样 所以大师就用这样的一个道理 这样一个故事呢跟我们讲 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他呢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现实都用去 当然它不是真的现实 我说这现实就是社会讲的 就是全都是假象 然后他还把它编成游戏规则告诉你 也就是我们整个都是在这个乐稿剧里生活 然后突然你醒来看到真相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啊我被搞了这样 就是像在镜头里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们被恶搞 然后被拍最后醒来之后就觉得特别的丢人呢 或者怎么样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恶搞剧 我们都在被恶搞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呢我想 大师就说呢 他说如果你能够深度的放开思绪 让自己不要听自己头脑的 就是左右和使欢 就是让你的情绪的起伏等等的 你对好和坏错误和正确的判断 让你的心情有悲伤有痛苦有焦虑 有什么比较等等 如果你从所有这一切情绪中 放开脱离出来呢 你就不再受这个头脑 或者是这个社会洗脑的控制了 你就能感受到Parmashiva的状态 你就实现了它存在的状态 就是完全的圆满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和境界 所以呢在这儿用这个例子呢 讲给大家听 意思就是说你日常的喜好好坏和悲伤和痛苦 你认为的价值观和你的做人的道理等等这些 你觉得什么是让你快乐 什么是让你悲伤 什么是让你愤怒和兴奋或者是恐惧的 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假的 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这些情绪都是被条件化的 社会告诉你遇到什么事情 你应该有什么情感 这些都是假象 它不是真相呢 所以最好的做法呢 就是也别去想了 你干脆什么都放下就是最好的 用一个超脱放开的心胸呢 去面对人生 什么都不会真正的打搅你内心的平静 做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一个Parmashiva最好的状态 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这段开示 也希望所有同修呢 继续的在你的日常人生中 深深的进入到放开思绪的境界 不要让自己的不圆满 把自己吞食 让自己成为一只疯狂的 这个被追赶的一只 一只什么动物 或者是让自己觉得是没有根的一个悲伤的什么一颗草在飘 等等的 所有这些情绪吧 都要放下 然后我们放开冥想的 这个教室还是一天24小时开放的 希望所有同修都去参加 在这个教室呢 有很多人体验了神奇 自己的疾病治好了 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忧郁没了 或者是还有昆达黎尼的这个觉醒 也会出现 再有呢 就是希望所有同修都积极报名 Parmashiva和我们这个大课 第12期的大课 结业的同修呢 请你们继续来Parmashiva Ghana 来继续自己的灵性的提升 感谢大家 你听听听 谢谢大家